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联发哥在今天再度进入千元俱乐部了 加上外资 不是休假去了吗 今天现货怎么大买了180亿元 就在封关倒数72小时 这些讯号似乎都在告诉公万八 现在有谱了 但是一旦公万八 到底现在操作可以更贪心一点 还是要小心一点呢 个股操作好重要 今天整个的热门股要个大卷式 到底哪一些可以短打快攻 哪一些要长暴稳赚 今天要告诉您全攻略 还有个大主题 最近整个华尔街 甚至全世界议论纷纷 为什么联准会最近一次的态度 突然由音转割 有哪一些的内幕 真的降时 是为了帮拜登来助选吗 今天请专家来告诉您 四位专家 首先邀请到 惠子老师晚安 祝华晚安 林中晚安 姜老师晚安 祝华好大家好 汉伟晚安 祝华好大家好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 本来带领的是来自于 AIPC还有IC设计没问题 今天面板跟记忆体也上来 再加上昨天弱势的航运股 在今天全面回神 带动指数开高走高 收最高 拉了一个尾盘 今天指数大涨了146点 收17751 今天量能外资休假 所以萎缩到了2294亿元 但是三件事情 让大家有一些期待 比如说不仅仅大盘 今天贵买指数 纷纷都拉了一个漂亮的尾盘 纷纷都收最高 而且上涨加速 远远多于下跌的加速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虽然休假 让今天台股的成交量能激动 但是为什么 今天现货买了180亿元 期货的空单 今天也再减了2300多口 第三个是台币 连续四天强势的升值 今天再升 这么一升连续四天升值之下 大家好像有一点点看到了 今年年初农历年过完的影子 当时也是这样子一口气 连续四天的大升 最高点台币的高点来到29.658 所以这一波到底这一波的涨势 会把台股带到哪里去呢 今天都要来请教专家 电子股今天领军 大型全值股台积电站 回了所有均线 特别是连八科 今天重新回到了千元俱乐部 今天就收到了1000块钱的整数大关 今天除了大型全值股稳盘之外 有一些个股创了波段高 慢慢涨的或者最近刚喷出的都有 这些有没有机会延续到2024年 有一些有一些优势 KDD党黄金交叉 现在卡位是不是还安全呢 但小心高档拉回在这里 但如果高档拉回 能够力手五日均线 您手中有的是不是可以报警处理呢 都来问专家 亚洲股市当中 今天香港股市还在修市 香港股市之外 日本股市韩国股市 今天动静都不大 台股的涨势最为突出 所以我来先问台股 惠子老师 请您上台来 我先问两个问题 万八封关之前 有没有机会 现在操作可以更贪心 还是要小心 对 现在操作 我认为可以稍微贪心一点 但是万八在封关之前 不一定马上可以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万八第一个是一个心理的关卡 第二个来说 成交量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在封关之前 可能都还维持在低量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除非我们台积电带头往上面冲 那不然的话 万八在短线上来说 要马上看到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但这时间我觉得不会太久 那就是说呢 你没有在年底之前 大概一月份很快就会看到 所以基本上这个行情 还是往上面走 那很多龙头的股票 都开始在表态了 好 所以早到晚到都会到 现在可以稍微贪心一点点 往谁贪心 今天来看到联巴科太有戏了 今天最高点来到了10058整个的IC设计 都带上来了 下礼拜四 我们过完了三天廉价回来之后 他要除息了 24.5块钱 明年开始在过去联巴科 再一年配一次 明年开始半年配一次 这次配24.5 怎么看在联巴科的除息行情 好 我认为除息行情 基本上我觉得他会填息 但是呢 填息的快一点 慢一点 就取决于他在哪里去除息 因为今天的价位在多少呢 今天占上了千元 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千元股王 所以今天是1005 今天最高到了1005 这边 那么呢 但是你如果从他的这个月线去看 从周线也可以 周线或月线去看 就会看到他在1100到1200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 我们把用月线好了 我们用月线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的话 这是1200 这个是1100 所以在1100到1200 这里会有个什么 会有个反压区 所以短线上来说 他如果是冲到1100以上 再去除息的话 那短线上除息后 可能就会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再填息 但是呢 如果是在这附近的价位去除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立即填息的机会就很高了 我问现在1000块钱左右 能不能再1000块去追连八科 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 但是呢 买的上面来说 因为毕竟比较高价 所以你买的时候 可能不要一次就买满 你可能就是把稍微分批一下 或者小资竹 你可以用零股去买也OK 但是我认为呢 基本上拉回都可以找买点 如果不敢追或者嫌他贵 IC设计有哪些周末的空间 所以呢IC设计 当然联发科本身就是IC设计 而且呢在过完国历年 就是元旦回来之后 一个重头大忌呢 就是我们CES展也要登场了 那这次CES展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去年时候呢 大家对CES展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疫情所苦 然后再来还在消库存 然后所以呢 大家满脑子都是库存 到底消化了没有 谁管你什么新品啊 新品一点用也没有 但是这一次呢 库存已经消化到尾声了 所以大家重点都放在 有什么样的新产品 所以这次呢 CES展里面 当然AI是最广泛的导入 那AI导入的话呢 当然包括里面 很多高比例的人机界面的互动 也就是说 让大家使用起来呢 能够怎样 更有感觉 更容易上手 就是呢 比较接近人性化的使用 那这一些话 我觉得是在AI 一开始的时候 他要能够吸引消费者 一个最坏的方式 就是说呢 他基本上让你觉得 我是可以马上在使用上 有一点感觉的 虽然他的功能 我觉得不会一次就到位 其实所有新东西的发展 一开始你不能要求他 一次就到很完美的AI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但是呢 他会让你感觉到 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个来讲的话 这次还会有比较多的什么呢 就是运算的一些资讯 那这就会带动了感测 触控还有危机电这些晶片 所以这里面就会包括有一些 包括呢 这一次在CES展里面 PC大厂几乎都发表AI的新产品 对 所以大家也看到有些比较 上次朱淮跟大家看过 所以呢 这一些比较里面的话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换机槽其实本来时间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因为上一次什么时候 就是疫情刚来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呢 因为要宅在家里 也必须要居家办公 四年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PC也该换了 NB也该换了 所以呢 本来就搭配到这个时间 那各大厂几乎他们都发表 AIPC的新产品 那手机上面的焦点 就是在联发科 看到没有 联发科呢 这个天机9300 主导边缘生成式的AI 所以呢 算是第一次把所谓生成式的AI 运用在手机上面 那再来还有汽车 也有一些重点 包括智慧的座舱 还有车队管理平台 跟自驾车 那当然市场比较大重点 会在前面这两条上面 AIPC其实最近已经先热起来 AIPC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AIPC有什么重点 简单来讲就三大重点 第一个呢 速度要快 第二个呢 功能要多 第三个呢 人机界面 用起来要好用 所以呢 这三个重点的话 第一个速度 速度的话呢 就是运算的速度 连线的速度 两个都要快 所以现在的话 你看到他们的新平台 Intel推的新平台 沟通推的新平台 都是朝这个方向在做 也就是说呢 你AI能够实现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千万不能够慢吞吞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资料量 又越来越大 所以的话 重点就是速度一定要快 速度快会带动什么东西 第一个话呢 就是IP会带动 因为有一些IP 其实本来就跟高速运算 有些关系的 那再来的话呢 记忆体当然也谈过很多 确实用量也会变多 因为呢 你可能就遇到一些 比较高频宽的记忆体等等 那再来DDR5 接下来也一定会出来 那再来还有高速传输 刚刚讲到 就基本上 从IC端开始 那一路下去 这都一定要的 那PMIC也会 电源管理IC 因为呢 你的可能会需要 你的效能会更高 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热能 等方面会更高的时候 你就需要更多的 更多电源管理IC去处理它 所以这是在速度上面 那再来的话 就是在功能上面 功能上面的话 你要多软体跟韧体的重新设计 所以软体跟韧体 重新设计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有些零组件会增加 比方说像这微软 这个扣拍的给导入了 那导入进去的时候 你一些零组件就会跟出来 比方说你可能就需要更多的NPC 来去处理它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PC呢一开始出来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又没有很神奇的功能 又不是说呢 真的到有问必答 然后你送什么东西 它都完全都可以 完全的都没有错误 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这样 但是呢 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呢 它毕竟什么 还是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 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是 不管这些东西 将来它推广的速度快或是慢 相费者接受程度快或是慢 但是厂商推在前面是一定的 那厂商推的时候 要不要零组件 要 对不对 而且呢 大家拼速度拼功能 那拼速度拼功能的同时 那很多零组件就会往上 因为呢 其实很多零组件都等于升级了 是 它都像你刚刚看到 记忆体的升级 对不对 PMI其实用量也增加 其实很多零组件 它都等于在升级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它的功能就会带动某些零组件 就会开始呢 用量可能会带动 那再来还有人机界面的改变 人机界面的话 会用到更多的语音 然后还有影像上面的判读 因为人机界面 就是要让你能够怎样 用很简单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式 来去理解它 跟它沟通 所以呢 这里面的产业就包括MAS 然后还包括CMOS 然后还有音效晶片 甚至是指纹辨识 跟触控晶片 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各列举一些 比方说呢 在高速传输这边 我们看M31跟强硕 那M31跟强硕 第一个M31 这个的话 这两个都是什么 千元或千元以上的股价 但是呢 来高速传输界面的IP 那这个来讲是M31 那它今年代工的产能的利用率 其实也开始会升 那所以呢 在2024年 其实预估的数字来说 2024年成长幅度就蛮大的 虽然2023年的时候 它没有很强很强的表现 但是2024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成长幅度就来得更大 M31问两个问 第一个 连八颗都已经上去了 那它会怎么做 第二个是因为它现在是 警示股分盘交易 所以它大哥放出来之后 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觉得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那么短线上的话 它这个缺口怎么来了 就是因为分盘交易 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呢 这段时间拉回 最主要就是分盘交易 但它其实也没有真的涨很多 最近也没有真的涨很多 你看一天到晚被分盘 它常常被分盘 但是分盘的 不知道为什么常被分盘 其实也没涨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来说 它的低点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再创低了 那看到什么东西勾起来 无意间勾起来了 所以的话呢 短线上的话 也慢慢整理到尾身 到缺口这边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就补了之后 还会再稍微震荡一下 所以的话 它的操作上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搭配一些 短波的操作 就是说可能还没有到 完全喷出的时候 但是应该会上去之后 补缺口再震荡一下 再上去再慢慢震荡 前高1195 有没有机会过 我认为会过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快的时间 会再稍微等一下下 OK好 这是M31 同样享受 那享受的话呢 这就是呢 这个控制端的来袭 主控端跟装置端的控制来袭 这里的话 它其实就USB相关的 那同时的话呢 因为它OEM的订单其实蛮多的 然后还有包括超微晶片组的订单 所以它其实以数字来说的话 那相对于其他人是比较便宜一点点 那它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K线 那享受的话走势就比较强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的话 外资这边买 那我们把投信也放上去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投信其实也陆陆续续有些回补 所以的话 这档股票其实我觉得 法人是有一点锁定 但当然它锁定不是短线 所以你会看到 投信买了之后的话 调节一点点 就这里一点点进进出出 然后最近有一些加码的力道 所以这档股票来说的话 当然短线上你不一定要追高 但是呢就注意什么地方 月线这边 就是一个蛮好的支撑了 所以法人都还在里面 法人都还在里面 OK好 这是享受 迅捷比较低价一点 对比较低价一点 对我们终于看到个白人家 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刚刚讲到MCU相关的东西 那MCU跟E-Mark这边的晶片取得认证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导入一些笔电的品牌 所以它是比较偏NB相关的零组件 所以NB相关零组件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来讲 社会程度会蛮大的 因为呢我刚刚讲 这个已经是上次的换季草 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 所以相关来讲的话 这样它其实跟安国有些关系 所以他们同一个家族 其实这个家族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高速传输为主 所以呢这里面也有些相关 那我们再回来看呢 这是它的K线图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短线上来讲 有没有拉回到什么地方 这里有缺口对不对 缺口补了没 缺口没有补 有没有缺口补都没有补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是重要支撑 这个是重要的支撑 所以这地方回过来看的话 这里就是什么 第一次出量的位置 所以表示呢 在低档买的人其实没有走 那拉回到支撑这里的话 又开始慢慢增量出来了 所以这个挑战前高80.1机会也高吗 我觉得非常高 应该很快就会挑战前高 因为目前它已经站上所有的均线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其实最近你会发现 有些股票的话 它会让你看到短线上面 好像跌货什么均线 但是呢 你可能过两三天来看 它又扭回去了 所以在测试 对在测试 一方面因为现在的盘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盘这几天是量是相当小 也就是说这几天是量很低 但是大家也不用觉得量很低 就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每年都是这样 所以一点都不用紧张 去年是这样 前年是这样 每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几号 成交量就是两千三到两千五 每一年都一模一样 因为每年外资都去过了耶旦节 这个重点在哪里 因为外资去过节了嘛 然后不只是外资而已 同性他做账结账也做的差不多了 剩下最后一点 大概也没有要拼了 因为都已经拼了差不多了 那自营商的话呢 简单讲做完账 有的都已经出国去玩了 所以的话呢 他们现在就是大家都量在那里 就等着明年一月一号回来再拼 所以每一年今年就这样 成交量两千三两千四 去年也是两千三两千四 前年也是两千三两千四 每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几号都长这样 那惠斯老师我问 虽然量动成这样 但他照掌不悟 迅捷在之后往上的空间 我现在进场的空间大吗 我觉得还蛮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的获利来说 有些其实已经估到还蛮高了 就是说以迅捷来说的话 那其实已经有人抓明年五块钱以上 那如果你是这样来看IC设计的话 通常IC设计 就是大家要了解一个特性 为什么在每次产业的拐点 你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IC设计第一个它最上游 是 所以你在其他那些周边还没有出来之前 IC设计就要先出来 所以为什么最近IC设计很多 听到的投片量增加很多等等之类 就是因为他们是最上游的 那再来还有一点呢 他们的毛利平均来说 比其他来得高 所以他们最上游 然后毛利又高 就会造成在每一次产业的拐点 他们都是波动最大的 比方说呢 他在景气翻扬的时候 他是最容易低档低个冲出来的 然后冲出的幅度也大 为什么 因为毛利高 所以你营收上来之后 他毛利跳动 毛利带来他获利跳动的幅度 可能也会超过其他人 所以他在低档上来说最大 但是呢 如果像去年初 从高档掉下来之后 那就是怎样 就会死最快 就是也会跌得最快 因为他是最上游 他只要一掉下来之后 毛利又比较高 所以一压下来之后 他的获利也掉很快 但现在的趋势 现在的位置是往上越走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区块 就可以特别留意 了解 好 这是讯捷 接下来细微 好 那细微的话 你看最近已经开始强了 因为这个市场上 大家已经发现 就是说韧体这边的话 其实还蛮重要的 所以的话 他任体的市占就50个百分点 然后再来有伺服器 工业电脑 跟其他的这些支援AI的应用 那本益比来说的话呢 在明年大概估7块钱左右 你会看现在本益比 好像也没有很低 是 但现在重点就是在于说什么 其实你从底部来算的时候 他本益比都会觉得有点高 他短短两个礼拜 涨得快要30% 他就一路喷出去 对 你看为什么一路喷出去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看到 你NB就是换定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其实一家消费 一个厂商出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没感觉 比方说华硕出了这个AIMB 大家可能还觉得没什么感觉看看 但出两家之后开始比较 出三家之后就开始认证上去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到最后你发现 大家全部现在都是新的笔电 你就会回头看看 我手上笔电已经三年 好像可以换了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个厂商会造势出来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也确实就是如此 因为应用就是这样推广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发现 这个趋势已经成型了 所以你就发现 刚刚讲任体 他第一个就送出去了 所以操作的话 当然他已经很高 你不一定要去追高 但是操作就记得五日线 做第一个强弱关卡 五日线没有跌破之前都是续墙 那如果破五日线之后 可能就会幅度 这个抖度就会开始下降 你可能就变区间操作 了解 好这是细微 接下来华讯 再看华讯 那华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音效晶片 所以其实这两家都是跟什么 都是跟语音有关 所以郁太也很强 那华讯其实也蛮强的 一档比较低价 一档高价的 对这两个价位差蛮多 这好像两百四吧 这大概四十几亿 所以这个股息比较活泼 所以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你在景气循环的点 就是往往上转的点 大家会去找市值低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你市值比较低 就会有点低估 也就是说你一定有一个市场价值在 再加上你景气循环 有时候上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市值低的股票 有时候他后面跟得很垮 是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你看他的K线 他K线也是有没有 这基本上上次有稍微拉回 拉回到哪里 也差不多到这里 其实就马上就守住了 所以他最近开始出量 准备要去挑战前高 你看他这个上一次景气循环就这样 这样幅度就是非常大 对不对 然后后来的话下来后 当然也是很大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的话 你从长线来看 他其实就在长线的低点 但是这一次的话 整个产业里面来讲 那么你又多了AI 那不管是AI NB或者AI PIN 其实他都需要语音的部分 了解 好就是华信 最后一档 玉太 所以玉太也蛮强 他这就是MES的MEMS的麦克风 导入手机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他即将强调在NB这边 那这里来讲的话 就是手机这里也会收回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麦克风的使用量 其实在 单单在NB这里的使用量就倍增了 所以的话呢 他明年获利其实也不错 那股价也非常强 所以来看看股价走势呢 有没有 这就非常强的走势 因为呢 在这里均线才开始发散 也就是说呢 这段时间都是什么 一个整理期 那整理期之后才刚突破 突破以后出量 拉回后量缩 然后之后再放量 三天之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把它拉的短一点 你会看到呢 第一天没什么上影线 第二天上影线变很长 第三天来讲的话 又把上影线吃掉 但又留了心上影线 这告诉你什么 他就告诉你说 我是要往上走的 我趋势是对的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呢 我的乖离有一点点大 所以呢 他盘中就很容易 你一根掌定 第二天上去的时候 就被人家当初冲下来 但当初冲下来之后 你不要再往下空 你知道 你的方向要做对 你如果方向再往下空的话 你发现第二天的低点没有 所以这就是说呢 你基本上他方向是往上 但是呢 他已经开始累积出 一根两根三根红K的时候 那你的操作上的话 就不要再短线 乖离极大的点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点看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对五日线到这边 对实际上这边 是不是有点大 你会觉得他有点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人家会卖 但是卖了之后的话 你到这里来看 对五日线只有这样 是不是 那如果你在这里 你卖掉 或者你又空下去 太接近五日线的话 那不好意思 他又拐上去了 我懂了 所以惠子老师 像这种形态的个股 就是说多方的趋势 在五日均线 管理太大的时候 不要追 但是也不要去空 也不要空他 对 但他靠近五日均线的时候 管理比较小的时候 回座了这是联发科 再度进入了千金俱乐部之后 引发的AIPC相关的概念股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来自于航运季的昨天吗 昨天纷纷终止日坑 联红拉回的幅度好大 今天全部都回神了 占回了昨天的收盘价了 所以航运这个区块 还没有结束吗 今年年底才开始涨的 有没有机会延续到明年 休息一下 我会告诉你 投资市场顺席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 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我感谢您的观看 我感谢您的观看